歡迎來到88研究室就醬看電影 大家好我是John DC的年度大片《自殺突擊隊集結》上映了 不知道大家有機會去看了嗎 今天我們就要來帶大家分析這部電影的細節還有彩蛋 所以還沒有看電影的朋友 趕快去看電影再回來看我們的影片 不然會被我們爆雷喔 那如果想要爆爆的朋友呢 就歡迎到我的IG我們來爆爆 如果你是第一次看我們的頻道 我們會用輕鬆幽默的方式來分析電影細節跟彩蛋 尤其是迪士尼漫威DC 如果你喜歡這類型的影片歡迎訂閱我們 這次這部電影呢 跟以往的DC電影完全都不一樣 除了很誇張的大場面外還有很多搞笑的點 這都是導演James Gunn的安排 跟大家分享一個好笑的故事 當時James Gunn不是被漫威開除了嗎 然後華納的人就把他找了過去讓他拍DC的電影 然後那個時候他們就說除了《超人蝙蝠俠》之外 什麼電影你都可以拍 那你會選什麼電影呢 你要殺掉誰都可以 就這樣他就拍出了一部超瘋狂電影 電影的一開始我們看到的就是由 Michael Rooker 飾演的Savant 智者 也是《星際異攻隊》裡面的《勇度》 背景音樂是Johnny Cash的《For Some Prison Blues》 是一首給監獄裡面的人的歌 那James Gunn本人呢 對於歌曲是非常注重的 除了想要帶動劇情 搭配那個情緒之外呢 其實在攝影的時候 他也會播這些音樂 讓演員們有那個感情在 然後讓攝影師可以隨著音樂的節奏 來移動他的攝影機 但是因為音樂有很多版權問題 所以我們音樂都不會放給大家聽 就只能給你們名字 然後你們有興趣的話可以自己去聽 這位Savant 是一位很強的武器跟肉搏戰專家 簡單來說跟之後的 Peacemaker 還有 Bloodsport 的能力很類似 而一開始他在玩小球的樣子 其實是演員Michael Rooker 的奇怪技巧 其實他可以不用看著球 然後就這樣一直彈彈彈彈彈 對 然後James Gunn是因為知道 他有這個奇怪的技巧要把這個夾進去的 接著我們看到Savant殺了一隻小鳥 這其實應該是刻意安排的橋段 因為在漫畫中 Savant就是被猛情小隊抓入監獄的 而且也是黑金屍雀的死對頭 所以在這邊他會不爽小鳥 也是可能是因為這樣 再來我們看到幫Savant置入炸彈的醫生 這就是新版自殺突擊隊的作者 John Ostrander 他飾演的角色叫做Dr.Facegibbon 這其實是James Gunn 每部電影裡面都會用到的名字 因為他的好朋友叫做Larry Fitzgibbon 所以在星際衣公隊1裡面 幫星爵媽媽看病的醫生 也是用這個名字 在星際衣公隊2裡面 當Ego正要征服地球的時候 叫大家散開的警察 也是叫做Facegibbon 接著Amanda Waller有說 這個團隊叫做Task Force X 在漫畫中是專門管理自殺突擊隊的機構 也是由Amanda Waller長管 但基本上Task Force X跟自殺突擊隊是一樣的 然後我們看到上一集回歸的角色 有Rick Flagg 還有在猛情小隊裡面 作為彩蛋的迴旋鏢隊長 跟瑪格羅比飾演的超正小丑女 當然Amanda Waller也是一個回歸的角色 再來我們看到其他的角色 第一個是Blackguard 黑色守衛 她的本名叫做Dick Hurd 你知道英文Dick Hurd 她的諧音就是 寂寂很痛 她的力量很大 盔甲也可以讓武器充滿能量 接著是蒙哥 蒙Gao 是超人的反派 蒙顧我的女兒 是一個力量很大的外星人 由黃美玲飾演 她本身就是一位精通少林武功 九種兵器的黑帶高手 而且她是一個混血兒 只是 再來是鏢槍 是一位很會丟鏢槍的美男子 她的真實身份其實是一個YouTuber 你知道 所以意思就是說 如果我們再有名下去的話 也有可能 然後是TDK 之後才知道 她的名字叫做 The Detachable Kid 分解人 在漫畫中 她的名字其實叫做 Unfalloff Boy 她是一個30世紀的人 可以把自己的手背分開 拿來當作武器 但 手背很常會在 不對的時機掉下來 她其實就是一個很搞笑的角色 然後看到最奇怪的黃鼠狼 在漫畫裡面黃鼠狼 其實是由人變成的 在1985年的 Firestorm第38集漫畫中有出現 但是電影的設計不太一樣 導演James Gunn表示 他跟弟弟Sean 很喜歡看漫畫的 Bill the Cat 比爾貓 因為他看起來就是 怪怪蠻噁心 有點猥瑣 所以他們一直想要把這隻貓 變成超級英雄 他們原本的計畫是想要 把他變得更猛一點 但是因為他們時間有限 所以他就只能這樣子 那因為這部電影是R級的 所以黃鼠狼其實有漏小雞 因為他走路的時候會慌 雖然說這部電影呢 算是Soft Reboot 就是重啟的意思 但上一次有提到之前 自殺突擊隊 還有猛禽小隊的一些電影元素 像是當我們看到小丑女的時候 他有表示自己因為 飆車跟搶銀行 所以再次被抓 這其實是在說之前 他逃獄之後 加入猛禽小隊的事件 然後之後又被抓 那我覺得這也是 這一次的電影設定裡面 最好的地方 因為他們沒有說 想要毀掉過去 他們就是承認 過去有發生這些事情 然後過去有這兩部電影 然後他們會繼續下去 而不是說就是 很刻意的避開什麼都不說 那我們看到小丑女一開始打扮 其實是跟他之前不太一樣 這個主要是對2011年的 Batman Arkham City的遊戲致敬 那我們可以看到 他衣服的背後寫著 Live ass die clown 而之前自殺突擊隊的時候 衣服上面寫著 Property of the Joker 小丑的所有品 另外他的左肩的刺青 也從Property of the Joker 就是小丑的所有品 變成Property of no one 沒有人的所有品 這代表他已經往前走了 不再跟小丑有任何關係 那這一次 Amanda Waller的團隊也比較搞笑 很有個性之外呢 他們也在打賭誰會先死 桌上Savon的資料 我們可以看到 他曾經待過Iron Heights 這個就是閃電俠的爸爸 還有很多DC反派被關的監獄 這個團隊裡面的角色也很酷 都是漫畫裡面有出現的角色 像是這位Amelia Harcourt 是由Jennifer Holland 飾演 他在真實生活中 是James Gunn 從2015年開始交往的女朋友 另外一位是John Economos 為什麼叫John的人都長這樣 就是鬍子戴眼鏡 然後胖胖的 哈哈哈哈 這位是由Steve Aegee 飾演 同時也是演King Shark 身體的演員 那我們之前在星際異攻隊 有看過他喔 那大家可能會發現 這兩位角色在電影裡面 出現的頻率蠻多的 主要當然就是因為 你知道女生就是James Gunn的女朋友嘛 也是因為接下來 Peacemaker的影集裡面 他們會演比較重要的角色 所以這兩個人的畫面會比較多一點 在飛機上小丑女對標槍說 我很愛你的口音 我愛你的口音 美國女生都愛你的口音 然後這個時候小丑女說 因為我們都沒有口音 但其實有 就是美國有很多不同的口音 那小丑女這邊是比較是 紐約那邊的口音 就是他們的R 發的會比較重一點 瑪格洛依本身是澳洲人 然後他又會學紐約人講話 我們會學紐約人的 出任務的時候 第一個死掉的就是黃鼠狼 這個時候Amanda很氣 因為她的人沒有先研究好 黃鼠狼會不會游泳 就直接把他派出去了 啊 啊 啊 這地方其實蠻好笑的 因為在訪問中裡面有提到 黃鼠狼這個角色呢 他的智商其實沒有很高 那他的存在其實是想要讓 King Shark就是鯊魚王 看起來比較聰明一點 所以Rick Flag在行動之前有說 黃鼠狼這一次答應 我們要參與這次的行動 但是他是一個很不確定的口氣 在說這句話的 飾演Savon的Michael Rooker 年輕的時候當過救生員 所以當他穿著戲服在水裡 就黃鼠狼這一幕對大家來說是很輕鬆的 那我再另外一個題外話 你們不覺得在看這個開場的時候 James Gunn導演有一隻注重Savon的頭髮嗎 就是他的白藏髮 James Gunn本人有說他們找了超久 才找到這個材質 然後很適合他的白藏髮 但對我來說這一幕 讓我想起少林足球裡面那個守門員 那James Gunn本人是一個港片迷 所以我在想他該不會是在致敬少林足球吧 到了小島上 黑色的守衛直接衝了出去 馬上露線想要背叛他們 但第一個就被幹掉 接著其他一起一個個的被殺掉 讓Savon完全失去戰鬥意識 想要跑走的時候又被炸死 這個時候看到小鳥飛回來吃他的屍體 有點反諷他一開始殺掉可愛的小黃鳥 然後我們才知道原來這一隊 本來就是故意要被犧牲掉的 為了要讓第二隊可以安全的潛入島上 這個Manda Wallace真的超狠心的 連Rick Flag都不要了 那有些朋友表示說這也太亂來了吧 怎麼電影才一開始就死了一大堆人 但我覺得這樣的劇情 其實比較符合自殺突擊隊的意義 因為自殺突擊隊的漫畫裡面 其實是充滿了背叛陰謀跟死亡 就每一集一定會有一些人背叛他們 一定也會有一些陰謀 然後一定會有角色死掉 然後也突顯出Amanda Wallace 其實是一個很陰險的人 而且最重要的重點就是 這些犯人對他而言來說 是一個非常不重要 完全不值錢的東西 就是直接就可以就花掉 就酸了死了就酸了那種感覺 反而上一次的自殺突擊隊電影裡面 沒有突顯這一塊 你不覺得很好笑啊 就是他們明明是自殺突擊隊 可是他們身旁的陸軍卻一個一個死掉 然後他們自己卻沒有死掉 反而覺得他們好像比那些 正規的軍人還要重要一樣 所以這樣的開頭 反而看到了James Gunn的那個決心 就是誰都有可能死掉 就讓我們知道說James Gunn是來真的 別擔心 接著回顧之前發生的事情 首先我們看到血腥運動Blood Sport 他是一位神槍手也是超強的殺手 電影中有提到他之前用 Cryptonite 刻石子彈 把超人打進了加護病房 這其實是在1987年的漫畫 超人第四集中的劇情 也是血腥運動Blood Sport 第一次出現在漫畫之中 在血腥運動跟女兒談話的時候 女兒有說 Star Watch時尚手錶 卻被聽成了 Star Latch 清心之鎖 暗示之後的劇情 有被鎖起來的海星 同時也看到血腥運動 需要去克服愛女兒的考驗 那Blood Sport被Amanda Waller 威脅的這一段 你們不覺得很好笑嗎 因為這個跟上一集的 自殺突擊隊劇情超級像 就一個神槍手的黑人 被Amanda Waller拿女兒來威脅 要加入他們這次的行動 再來Amanda Waller 帶著Blood Sport去見其他的成員 她還特別有提到 每一個人的能力都不一樣 而且有特別的用意 但是在介紹和平使者 Peacemaker的時候 卻跟Blood Sport的介紹台詞 一模一樣 在他的手上 任何東西是死的武器 Peacemaker 在他的手上 任何東西是死的武器 他父親是一個徒兵人 他訓練了他的兒子 從他生的兒子 他父親是一個兵人 他訓練了他的兒子 從他生的兒子 從他生的兒子 你在笑嗎 這個其實是Amanda Waller的 記中記 想要Peacemaker 從中暗算他們 那由John Cena 飾演的Peacemaker 他在訪問的時候有說 當時他也不確定 這個角色是什麼樣子 然後那個時候 James Conn導演就跟他說 你想像一個 超級混帳的美國隊長 然後John Cena就 OK 我懂了 就這樣子 Peacemaker跟Blood Sport 在鬥嘴的時候有提到 Peacemaker會用比較小的子彈 直接穿過大的子彈的洞 完全不會碰到周圍 也是暗示最後Blood Sport 跟Peacemaker一對一打贏的方式 接著來到半人半殺的鯊魚王 據說他是古老鯊魚神跟人類的後代 這是鯊魚跟人類的後代 這到底怎麼做到的 他的名字叫做Nanawai 配音源 是史特隆喔 那我們一開始看到他是在看書 這個跟2013年的漫畫 Suicide Squad 第20集裡 鯊魚王坐在監獄裡面看書 是一樣的 他在看的書叫做 The Varieties of Religious Experiences 多重宗教經驗 作者是William James 那這本書呢 是在講各個宗教 還有宗教儀式的相似之處 只是鯊魚王在看的時候 他是倒過來的 - 看書在外面 - 看到嗎 - 想要看書 你知道James Cohn的導演 在策劃這部電影的時候 他說唯一他不想要殺掉的人 就是鯊魚王 他真的超愛這個角色 再來來到了女子監獄 看到了這位萬花筒人 Kaleidoscope 是由Natalia Saffron 飾演 那這個角色第一次出現在 《超級男孩》第36到第37期 很貪稅的《捕鼠人2》 控制老鼠的科技 是從爸爸那邊來的 監獄裡面可以看到爸爸的照片 之後演出來的時候才知道 這個其實是索爾3的導演 邰卡瓦提蒂飾演 《捕鼠人2》身邊有一隻 叫做Sebastian 塞巴斯丁的老鼠 也是整部電影裡面 唯一有真正老鼠演員的老鼠 那其他老鼠其實都是CGI做出來的 最後一個成員是一位 非常陰沉的 波爾卡原點人 Polka Dot Man Peacemaker還笑說 -Polka Dot 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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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在漫畫中 他的設定跟電影很類似 是一位很想要成為英雄的人 但不小心殺了人 所以被抓的角色 那這個很搞笑 因為他看起來超級沒有用 但是他其實力量超強 從後面走過來的 是James Gunn的弟弟 Sean Gunn 他飾演的 Calendar Man 日曆人 第一次出現在 Detective Comics 偵探漫畫 第259期 額頭上面有每個月份的英文字母 這個其實就是一個很 亂來惡搞的角色 站在他旁邊的人叫做Double Down 那中文我猜應該是雙倍下注人嗎 第一次出現在閃電俠漫畫 The Flash Iron Heights第一集 他原本是一位小混混 直到被詛咒的撲克牌附身 他可以把自己的皮撕下來 變成攻擊性的撲克牌 所以為什麼他的臉上面有那個 就是他可以變成撲克牌這樣撕下來 那我們見到第二隊的成員之後 Amanda Waller開始介紹 Porto Matisse 是這一次他們的目標 也是南美洲的一個小島國家 這個是DC世界裡面的虛擬國家 第一次出現在 Batman The Dark Knight Returns第三集 其實這個國家有點像古巴 是一個共產黨統治者那種概念 Amanda Waller有解釋 之前的統治者不會反美國 但是這一次他們有了新的總統之後 反而開始對美國有敵意 暗示說其實之前那個統治者 其實是美國安排的 所以他們對美國是友好關係 那Amanda Waller有表示 這一次的任務是希望他們去 Yotenheim的一個研究基地 那在MCU裡面大家應該記得 Yotenheim是冰霜巨人住的地方 或是洛基出生的地方 洛基 自殺突擊隊漫畫中真的有一個 叫做Yotenheim的碉堡 漫畫中就是被Rick Flag毀掉 回到Colder Matisse的小島上 我們看到第二隊潛入 然後Polka-Dots Man開始有過敏反應 那在訪問的時候 馬格羅比有說 他很希望今年的萬聖節 可以看到大家都穿成這個樣子 就臉上腫起來然後有亮光的 所以如果喜歡馬格羅比的朋友 可以試著穿這個樣子 然後讓他開心 那個服裝真的超猛的 就是他裡面就是LED的燈 然後加人的皮在上面 那就是一個蟲子 那就是蟲子 到了晚上除了看到Polka-Dots Man在嘔吐之外 鯊魚王King Shark還想要吃 捕鼠人2 那這裡我們看到 Blood Sport有試著拿槍攻擊 King Shark 但他的皮非常的厚 所以子彈打不穿 最後捕鼠人2跟King Shark做了好朋友 那我們發現原來Blood Sport很害怕老鼠 之後他有解釋 是因為小時候爸爸在懲罰他的時候 把他跟一群很飢餓的老鼠關在一擊 讓他產生了對於老鼠的恐懼感 那在這裡我要跟大家分享一個很好笑的故事 Blood Sport的演員Eder Salba 他本身是不太喜歡老鼠 但是他沒有真的很怕老鼠 所以這次拍電影的時候 對他來說是一種挑戰 他觀察一下發現Violet 就是演Amanda Waller的那個演員 他非常害怕老鼠 所以Eder Salba就跑到了Viola旁邊 然後就叫說 喔天啊有老鼠 然後Viola就會尖叫 然後啊啊很害怕的那個表情 Eder Salba就會趁機去學 就是喔原來怕老鼠的人是這個表情 他會有這樣子的反應 我不會把狠的手握 那是醜的超級力 再來我們看到小小John Cena 因為他只穿了一條白色的三角褲 劇組的人都很驚訝 因為他們說John Cena那個時候 裡面沒有塞東西就超大 喔天啊 哈哈 你不斷在我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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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曼威爾跟Blood Sport說 要改變行程先去救Rick Flag 這邊有提到原來Blood Sport跟Rick Flag 之前有合作過 他們曾經在Correg一起殺掉過 Averell Kadam Correg是DC虛構的中東國家 而這個暗殺的事件呢 有發生在漫畫裡面 在Tales of the Teen Titans 第51期 他們在救Rick Flag的時候 我覺得這一幕是超級好笑 你可以看到Peacemaker有那種 做那個射出來的舉動 然後Blood Sport竟然還被射到 這為什麼要配合 結果他們不小心殺了一堆友軍 見到Rick Flag後 發現他在跟SoulSaria喝茶 他是反抗軍的成員 計劃要推翻政府 而在2018年的Suicide Squad 第33期 就有出現一名叫做Huan-Saria的角色 不確定這個是女版的Huan 還是跟他有血緣關係呢 為甚麼人都沒有警告我 我們沒有看到人 我們沒有看到人 另外一邊我們看到小丑女被大總統求婚 因為他個人覺得小丑女很猛 他的人名也非常喜歡小丑女 這個時候我們看到小丑女瘋狂的想像力又出現了 跟猛情小隊還有漫畫的時候比較類似 接著大總統說他自己會殺掉女人小孩 結果轉生就被小丑女殺了 因為他答應自己不可以再交一任瘋狂男友 其實在現實生活裡面這個超級重要 其實如果你發現你的另一半有一些亂賭博啊 那種不會改掉的奇怪舉動的話 最好還是眼裡他 Rick Flag被救走之後換上了黃色的衣服 這個跟漫畫中的黃色是一樣的 不過電影中的衣服上面還有一隻兔寶寶 這個其實是導演自己設計加上去的 然後兔子有說主愛就是機會 好像是在諷刺他被漫威開除之後 來到了DC找到了機會 接下來我們看到PolkaDots Man 解釋他的力量來自於另一個空間 媽媽是STARLAB的科學家 STARLAB是閃電俠得到力量的地方 而正義聯盟裡面的賽博爾賽博格 他的爸爸也在STARLAB工作 接著我們才知道 原來PolkaDots Man在看人的時候 都只會看到他的媽媽 連小老鼠也變成媽媽的樣子 順便一提這位女演員叫做Lynn Ash 畫面回到基地看到Amanda Waller 在練習高爾夫球 他說之後要跟Senator Craig 克雷議員打高爾夫球 而這位Joseph Craig 是在1987年的 Suicide Squad第11期裡面出現 是一位非常骯髒的議員 接著Amanda Waller被手下問說 真的會傷害Blood Sport的女兒的時候 Amanda回說 你不知道我會願意做出什麼事情來 因為在上一集 她自己為了逃命 殺掉自己所有的隊員 在小巴士上 我們看到 補屬人2跟爸爸的過去 也讓我們看到 Tai Kawatiti的角色補屬人1 補屬人2說 他非常愛爸爸 這個其實也可以解釋 為什麼他那麼愛睡覺 應該都是因為在夢裡 可以跟爸爸度過美好的時光吧 去脫衣舞店找人的時候 一旁我們可以看到 有Lloyd Kaufman客串 他是一位導演 也是之前有幫過James Gunn的人 而在舞台上面 跳舞的紅衣女 眼尖的朋友會知道 他其實就是螳螂女 Palm Climative 在酒桌上 Peacemaker叫Blood Sport Inspector Gadget 他就是Inspector Gadget 我會說這個呢 因為這是我自己個人 很喜歡的一個卡通 他是在1983年到1986年 美國的卡通 後來在1999年 有被翻拍成電影 叫做機型神探 他跟我們之後看到的Blood Sport一樣 就是身體上面 就會拔出很多的武器 很多奇怪的裝置 當他們抓到Thinker之後 逃離了夜店 Thinker思考者 他頭上有各式各樣的機械 漫畫中可以用大腦控制人 但是電影變成了一位很聰明的科學家 專門研究Storrow 這一對人知道 小丑女還活著的時候 他們決定來救他 那我們看到小丑女在被審問的時候 他唱的歌是 I Ain't Got Nobody 也是之後他在殺人的時候 背後播放的歌 那這裡有個很好笑的地方 就是我們可以看到 電吉他的小Lolo呢 用電話傳表情符號 然後那個表情符號就是 他在墊紅衣女生 然後他自己很開心 接著我們就看到 小丑女逃脫的這個畫面 小丑女逃脫的這一幕呢 James Khan導演自己表示說 他覺得超級可惜 因為那其實是 馬格羅比本人做的 沒有替身 就是馬格羅比的腳趾非常靈活 他有拿到鑰匙然後轉過來 自己解鎖掉下來 那James Khan在拍的時候很完美 他們拍一次就結束了 結果回去以後才發現 他竟然沒有拍到馬格羅比的臉 所以大家都以為那個是替身演員在做這件事情 但他現在想要澄清那個其實是馬格羅比本人 接著小丑女在殺人的時候 背後噴出了一大堆花跟小鳥 這些其實都是James Khan為了跟漫畫 還有卡通致敬所安排的 因為在他的眼中 小丑女就是會看到這些瘋狂的景象 那我覺得超級好笑的地方就是 連小丑女上了計程車後 他回去看那個門裡面都還有花跟鳥 在天台上面他們威脅Thinker的時候 小丑女有說 如果被發現你有私人車牌號碼你就得死 這個其實是在開小丑的玩笑 因為小丑在上一集自殺突擊隊中 車牌是哈哈哈哈 所以小丑女不喜歡這樣的人 我們在這一幕其實有看到 其他人只有我在吃東西 然後他們在吃empanada 南美洲的一個炸水餃 那這一幕很好笑 因為John Cena他自己有表示 他們每拍一次他就要吃一個empanada 接下來他們闖進了Yotenheim 遭到了Storrow後 Thinker說這個其實全部都是美國的計劃 美國政府才是真正背後的壞人 Zorrow The Conquer 第一次出現在正義聯盟 The Brave and the Bold 第28期 他有跟正義聯盟的人對打 而且漫畫的設定也跟電影裡面一樣 他會噴出小海星控制人 而且他控制人越多就會變越強大 接著看到Rick Flag跟Peacemaker 在爭奪硬碟 這時發生了爆炸 其實在漫畫中 Rick Flag也是死在Yotenheim的大爆炸之中 但後來有活下來 電影中他也是有活下來 只是被Peacemaker殺掉了 另外一邊我們看到 小丑女 Polka-Dots Man跟Blut Sport Melton被射殺 但除了Polka-Dots Man之外 沒有人注意到他 誰是Melton 什麼 我沒有記住Melton 嚇死了 他一直在跟我們 這個人的存在感真的超低的 只是你回去看的話 他真的一直都在 我們失敗了任務 對呀不 你是Melton 大爆炸之後 Blut Sport跟Peacemaker一對一 Blut Sport用比較小的子彈 射了Peacemaker後 Starrow出現 Blut Sport也變成剩下的自殺突擊隊的領導人 跟Manda Waller說的一樣 她具有領導能力 Polka-Dots Man在毀掉Starrow的一隻腳之後 以英雄的身份死去 是你媽媽 我是超級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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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lut Sport的女兒在電視上看到爸爸的時候 這個新聞台叫做GBS 在DC的世界裡面 GBS的Galaxy Broadcast System 是一個DC的新聞台 之前超人 克拉克肯特也有當過他們的新聞主播 第一次出現在漫畫 Superman's Pal Jimmy Olsen第133期 最後 補鼠人2 召喚出了所有的老鼠 背景音樂 是John Murphy所創作的Raptism 其實Raptism它的字呢 是跟Baptism有點像 Baptism就是受洗的意思 那Raptism就是被老鼠受洗的意思 那也是意味著 Blut Sport要被老鼠受洗 補鼠人2回憶著爸爸感人的一句話 蟲人是最低落的 我愛的所有物品 如果他們有意義 我們也有 最後小丑女拿著標槍刺進Storrow的眼睛 讓老鼠們順利的進去咬他的神經 Storrow在死前 有說自己原本很開心地漂流在宇宙之中看著星星 但之後被抓來地球做實驗 表示其實真正的敵人還是美國政府 I was happy floating staring at the stars 那在飛機上 我們看到Blut Sport 努力的去克服他的恐懼 要摸摸老鼠 你都覺得那老鼠真的超可愛的嗎 就是我到最後整個被他圈粉 好那這個電影的最後面 其實有兩個片尾畫面 第一個就是黃鼠狼其實還活著 我猜這裡是搞笑的 因為這次James Conn很有可能做的 就是留一個伏筆 但他可能不會再出現 當然如果他再出現的話 我是覺得很期待 因為他真的超好笑 第二個片尾畫面 是Peacemaker其實還活著 而且他要去拯救世界 那這一個呢 其實是在說Peacemaker之後 會出現在電視劇裡面 他們要出自己的Peacemaker影集 小到時候其實在訪問裡面 James Conn有說 Peacemaker這個影集其實會更誇張 因為他在拍完自殺突擊隊集結之後呢 他發現Peacemaker這個角色好像還不夠 所以他們在拍影集的時候 他有跟John Cena說 再多一點 再壞一點 再誇張一點 所以我們在影集的時候 會看到另外一個版本的Peacemaker 他會比較不一樣 非常期待這個影集 會在2022年1月的時候 在HBO Max上面上映 你們為什麼要他? 只要救世界 那最後呢 還有個BONUS彩蛋 這是不太可能有任何人會看得出來 這是官方提供的 那華納那邊表示 這電影製作人他們玩得太開心 所以他們把一些有閃燈的地方 其實他們都有置入摩斯 這誰會知道啊 這真的超誇張的 最誇張的是我研究了半天還找不到 因為幾乎每個閃爍的燈 都有可能是這個彩蛋 有興趣的朋友可以找找看 是哪個片段呢? 第一個是 這次閃爍21960 也就是1960年2月 這是海大星Staro首次出現在漫畫 Brave and the Ball 第28期的日期 然後在美夢監獄醫務室裡的一個場景中 其中一個醫療設備上面 燈光閃爍著51987 也就是1987年5月 自殺突擊隊第一期出版的日期 在Thinker實驗室中 有一幕硬碟伺服器上面閃爍的光 上面顯示著91959 也就是1959年9月 Rick Flag第一次出現在Brave and the Ball 第25期的日期 在Thinker實驗室另一個場景中 其中一個主控台上面 代表著燈光師Dan Conway的結婚紀念日 而且他說拍攝當天就是他的結婚日 誰會知道拍攝當天是什麼時候 另外一個又是Thinker的實驗室裡面 有一盞燈光閃爍著111966 因為1960年11月 是Peacemaker首次出現在漫畫中的日期 在美夢監獄的通訊中心裡 無人機遙控控制版面 上面閃爍著111986 是1986年11月 Amanda Waller首次出現在漫畫中的日期 而在Yodenheim的一個場景中 有幾個隔間裡面閃爍著101994 是因為1994年10月 是鯊魚王King Shark首次出現在漫畫中的日期 想必大家也累了吧 但是我真的覺得這部電影超讚 因為他很搞笑有很大的場面 除此之外他也有很感人的地方 從一開始我們看到就是很多角色 他可以亂七八糟死掉 我們都沒有什麼樣的感覺 到最後我有那個感覺就是說 我會期待這個角色不要去死 然後我會擔心他接下來可能會死掉 代表著就是James Cunt導演 他有成功的塑造這些角色 讓我們去在意這些人 對而且最後我竟然還會被一隻老鼠圈粉 所以我個人是很喜歡這部電影啊 我不知道你們是不是呢 還有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注意到 這一次的影片裡面呢 我其實有刻意去提供很多電影的幕後小知識 幕後人知識 那如果有機會的話 我希望大家在看完我這部分析影片之後呢 可以回到電影院重新再刷一次這部電影 因為這一次你可能看電影之後的感想會不太一樣 那個感覺也會不太一樣 希望會更好 好啦那今天影片就到這裡 你覺得James Cunt有沒有機會 開啟另外一個DCEU呢 歡迎留言跟我一起討論 那喜歡我們888研究室 就這樣看你的朋友記得訂閱按讚和分享 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 哈囉大家好我是正面大叔 正面劇集的家晚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東西呢 就是我們在自殺突擊隊集結裡面小丑女說的那句話 他答應他自己 如果他在下一個對象裡面看到一些致命傷的話 他會馬上離開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非常難辦到 但是值得尊敬的一個動作吧 就是他會為了自己的未來去著想 他不會想要浪費時間在一些人身上 所有致命傷呢比較像是 像如果你另一半會對你二言相向 情緒控管有問題 或者是那種慣性劈腿啊這些的 通常的建議就是離開吧 因為我們不太可能會是改變他的那個人 因為我知道你會覺得說 他會改變啊 他會為了我改變 我們的愛情很強壯啊 我只要再繼續教他一些 我只要感化他 他應該就會變吧 其實我要跟大家講的就是 人很難改變 除非你真的是碰到了什麼巨大的創傷啊 或者是面對了一大堆很困難的難題 把你逼到你一定要變的話 很少人會真的去改變 而且很少人會因為你而去改變 不要覺得我們可以改變任何人 因為人其實都是這樣 我們只能接受他們 如果我們不能接受他們 我們要委屈自己的話 我的建議就是先離開吧 所以建議大家如果真的遇到自己 沒有辦法忍受的點的話 不要委屈自己說 他會變再給他一點時間好了 OK的我們這樣還OK的 我再忍一下就好了 這真正的答案就是 你們可能真的不適合 在一起然後反而是浪費了彼此的時間 然後某一天走到了某個地方 你終於打算放棄的時候 你再回頭看會覺得 天啊時間怎麼過那麼快 已經過那麼久了 所以給大家的建議就是 看到了什麼徵兆 如果他長期讓你覺得不舒服 對方也是一直沒有辦法改變的話 這個時候你可能就要考慮了 好啦那今天 只能面大叔順便記住就到這裡 喜歡朋友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就這樣我們禮拜天見 掰掰